端午节廉价即将来到许多外地工作 以及求学的游子 期待返家来团圆过家节 传统市场采买的人潮仍然不断 花莲县警察局玉旅分局 为了防止防疫的破口 期望能够降低市场的人聚集的密度 端午廉价即将到来 许多外地工作以及求学游子 期待返家团圆过家节 传统市场采买人潮仍然不断 花莲县警察局玉旅分局 为了要防止防疫破口 期望能够降低市场的密度 远景再次前往传统市场大力宣导 呼吁端午节不返乡 民众落实降低市场的密度 将口罩好好戴上 将食材一次买足 尽速返家 不要逗留在外 避免群聚感染 去外面说要戴口罩 如果说客人有来这边 没有戴口罩也帮我们捐掌 然后最近有说菜市场要 就是买菜的时候也尽量要 一直是要分开 要保持养全聚 目前花莲虽然连五日零确诊 但是端午假期的到来 生怕许多在外工作 以及求学游子移动返乡过节 造成防疫的破口 记者高通商与李健采采访报道